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其实我跟您说这么多 我并不是说 您不要再埋怨他 不要再骂他了 我是特别希望您能理解他 我先回家了 请问 能不能让他小子送我回去 爸 我 爸 你送叔叔回家吧 那我不知道怎么办 这边有我跟宋局盯着呢 杜某那边也很重要 合作权一个人忙不过他 快走吧 爸 我送你回家 不过去 邱絲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你是个好孩子 这小子呢 还得麻烦你都照顾了 您放心吧 好 干吗 干吗 马俊海 你吃轻药了是吧 我忙着呢 你忙 我还不知道你呀 你是不是跟那个 副导友在一起呀 你就知道 在别人面前跟我耍威风 有本事你回家跟我耍呀 你有事说事 我真的忙 我真是没事吃饱 趁着给你打这个电话 我真是 你那活送到了没有啊 没出什么岔子吧 我们挺顺的 没事 我一会儿就回了啊 挂了吧 爸 我妈又生气了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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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任务在身 先不能回家 您别生气了好吗 爸 我错了 你注意安全 你注意安全 好 你就别想了 这茬就算是过去了 你跟你爸毕竟是老子跟儿子的关系 有什么不好说的 你赶紧把心收一收 现在最关键的任务是 赶紧想想怎么救傅某遥 这抓捕的风声只要走漏出去一点 我估计她的命就保不住了 子萱 嗯 连接下室 我们快送去开会 正要联系你们 傅大勇这边我们已经核实了 她女儿傅某遥确实被绑架了 这件事情非常及时 傅某遥脱离危险之前 我们不能走漏任何风声 我认为 先把这批货发出去 然后再让海关以别的理由 拖延他们的出海时间 至少不能让对手觉得 自己已经被盯上了 可是这样 不确定因素实在太多了 很难保证交货的时候 不会出现纰漏 而且就像宋局之前说的 我们的对方一无所知 我们不知道对方什么时候 会来收获 不知道对方的人数 还有人员构成 也不知道他们在街头的时候 会不会有暗号 更不知道他们安插了 什么暗哨之类的 我把这一次被捕的 所有人员的相关背景资料 都查了一遍 发现有两个人 很可能成为我们的突破口 我到时候把详细资料 全部发给你们 好 宋局 我建议 为了保证人质的安全 只要对案件有帮助 并且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和他们 达成一定的协议 给他们提供减刑 提供证人保护之类的 当然 具体要怎么谈 还得看见吧 那傅孟瑶怎么办 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 他被绑在哪儿 这件事情 我会和婷婷汇报一下 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和子萱负责这个事 可以 现在的重中之重 是要确保人质的安全 我们这边会尽量争取 营救人质的时间 明白 明白 这都过了上班时间了 庞一山今天什么情况啊 不好意思 这是你的胸口 在一个臭上 你的胸口 没关系 好的 acc订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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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